好,咱们还是先从上一次的翻译开始 我们先看就是我翻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看完了之后呢 再快速的过一下同学这个翻的过程中有问题的地方 首先呢就是我们先回忆一下第一句 这个地方有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先回忆一下第二句话 就是非常崩溃的那一句话 就是特别特别长的一句 而且呢 还是五组句 是一个名词性的句子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这块 就是 这个 就是在什么什么什么的第二天 它到底是什么的第二天呢 其实后边是一个特别长无比的一个句子 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 第二天 就这个这是一个会 这个会呢会持续好几天 在这个会议的第二天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个第二天的会是谁参加了呢 是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都参加了 欧洲的和非洲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都参加了 同时默克尔也参加了 第一点呢 是在爱丽舍宫 所以最后我们再翻的时候 是在欧盟和非洲的政府首脑与国家元首参加的 爱丽舍的小型峰会的第二天 就可以了 因为呢 这个地方你没有必要再特别强调一下默克尔也 因为你这个欧洲的国家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 就是包括了默克尔的 所以呢 注意他这个地方不是说 这个第二天他又去了爱丽舍宫 而是说这个地方 他这个东西他一直在爱丽舍宫 然后第二天他说默克尔坚称就是难民问题是全球性问题 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点 法语中经常会用定管词来表示指代 比如说 这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 就是那这个词其实在法语中包括在英语中 其实都是可以用的来做作为一个指代的 是一个类似于特指的 就是但在中文中啊 我们很少说如果要是泛指的话 中文是非常不喜欢的 所以呢 中国人不喜欢上下文搜索你所指代的那个东西 因为这不符合我们中文的习惯 所以中文呢 普遍会将特指或泛指的东西呢 如果可以尽量把它准确化 所以这个地方他说默克尔坚称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你跟一个虽然我们有上文 但是上文其实已经很远了而且不符合我们的语言习惯 你跟他说啊 这是一个问题 那别人就会问哪个是一个问题啊 什么是问题啊 他就会不明白影响指代的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呢 把难民问题准确化 你在上文中找到了这是那个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说 坚称难民问题是全球性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应对 这个地方呢 首先我们之前说 我们说这个用法用的挺好的 就是单独应对这个地方 算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中文方法 就单独应对 面对的话呢 和应对相比来说 要弱势一点 你们感受一下那个感受啊 然后呢 默克尔发表的演讲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句子 我们再看一遍啊 une façon 什么呢 我们只看主句 我们先把就是从句全删了 une façon 然后呢 de ne plus apparaître seul en première ligne sur ce sujet 好了 这个就是主句 你知道吗 就当你们碰到长句的时候啊 我发现 这几次课 这几周下来 大家都是碰到长句 就会晕 长句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做 你们千万不要着急 也不要顺着句子去翻 就是一定要跳出来 找主卫宾是什么 就是他的主要的句子结构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一个名词 就是une façon de ne plus apparaître seul en première ligne sur ce sujet 就完了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可以让默克尔看起来 不在孤军奋战 不在前线孤军奋战 因为在这一问题 哪个问题啊 是因为在这难民问题上 他已损失散众 就完了 好 然后我们再补 前面呢 有一个 deux engagement jour pour jour après son fameux nous dit affriverons prononcés au même endroit en plein de christ de refugie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看了主句之后 我们来分析 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相当于是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是 告诉你时间和地点 所以它是什么呢 它是状语 虽然我们不管 它的插入语的成分 但它实际的 真正作用是状语 是不是 就相当于在1955年 在1922年 在19几几年 它如何如何 所以这就是一个状语 但是一个极长的状语 好 我们先知道 这么长的一段状语 然后呢 再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首先你看到 泡泡杠之后 你知道它肯定是 连前面的一个东西 但是泡泡杠 这个词特别恶心 就是它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呢 是直接连前面 那个句子的东西 一个呢 就是连主句的东西 就是 也就是说 它一个是连主句的主语 一个是连就近的主语 然后呢 我们要注意 它打为打斗号 如果打了斗号 我再重复一遍 如果打了斗号 就是这种 Jéhon d'if 加on的这个词 如果打了斗号呢 通常从语法上来看 它跟主句 主语配合 跟unifason配合 如果它不打斗号 通常跟就近的名词配合 跟就近名词配合 我再讲一遍 如果打了斗号的话 通常跟主句主语配合 不打斗号的话 跟就近的名词配合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是 une façon provoke die provoke 就这个方式同样 也provoke 什么什么了 就是provoke什么了呢 又是一个结果的状语 其实它又是一个状语 就是说这尤其引发了 在这个2016年 诸多的选举之中 极右派的这种滋长 或者是发展壮大 好 所以通过这个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句子的主干是 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方式 让它如何如何如何 好 这个句子没了 然后时间放到最前边 结果状语放到最后边 也就是因为你知道它的 这个成分之后啊 时间状语一般我们都往前放 然后呢 结果状语吗 因为它是结果 或者是一个带目的的 我们都会往右边放 所以说呢 我们在翻的时候肯定是这样 然后于是我们遇到了下一个问题 好 我们句子结构结束了 但是我们遇到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在 就我就 我在给大家分析的这个过程 就跟我自己在翻译的过程是一样的 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这句子太长了 就这个句子实在太长了 我根本没办法用一句话 非常短的一个逗号 来把这个状语翻出来 好 当你当这个句子太长 就是一个小短句太长 比如说它是一个小的状语 小的竹语 小的宾语 但是它用句子来表示状语 它用句子来表示竹语 它用句子来表示宾语的时候 句子太长了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用逗号了 我们就用句号 这个是常见的一个翻译的技巧 就是当句子过长 原本的一个小短句 逗号的小短句 我们就要把它延伸成一个长的句号的句子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先把这个句子说出来 所以我就是慢慢的倒腾 它的倒腾是什么呢 是时间是什么 地点是什么 所以说默克尔发表演讲的所在地 正是当年难民危机全面爆发的地方 而难民危机距今也已经几乎有整整两年了 我就相当于用两个时间状 两个句子 完整的句子 然后呢 把时间和地点状语做成一个大的句子 然后呢 再来默克尔这样说是为了 就是用那个语的发送 我们不要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方法 这个相当于我们在翻译中 这个叫做语言套子 以后你们说话的时候要注意啊 因为我们很多的人法语学好了 外语学好了 中文不行了 经常会用语言套子 什么叫语言套子呢 就是这是一大串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这个前面的一个东西 和后边一个东西进行配合 而中间被很长很长的东西分隔开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的问题 或者是进行什么什么的研究 这个是我们非常不喜欢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换一个 对应该是 对这个地方我可能是漏了 应该再加个括号 就是说发表的演讲括号 就是NUZF红 就在这个地方 发表的演讲是什么 是我们将我们一定能实现 或者我们一定能做到之类的 然后默克尔这样说 是为了在难民危机这一问题上 不再看起来 不再看起来孤军奋战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en premier ligne 其实我觉得你要是翻出来 就是不再前线孤军奋战 或者在第一线孤军奋战 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其实我觉得孤军奋战 这个词因为你都战了 所以其实就是第一线的那个意思 所以我就没有再把它再重复的翻一下 另外也是因为这个句子实在是太长了 再重复的翻可能更啰嗦 所以我这个地方没有翻他 然后因为难民危机已经使他损失惨重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 你看我发现其实这个特别长的句子 切分很严重 因为你如果要是把它连成一体的话 这个在中文说不通 所以还加了一些逻辑连接词 因为难民的问题已经使他损失惨重 但与此同时 然后呢 这个地方泡泡钢战帽 其实就是你根据上下文隐形的逻辑来分析 它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一方面它有好处 但另外一方面它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呢 我加了一个逻辑 你看这个地方 其实我加逻辑连接词价挺多的 但与此同时 在2016年 为什么把这个年份放前面呢 因为它是时间状 状于我们普遍左移 就放到最前面去 比较有助于我们翻译 而且句子读起来舒服一点 他对于难民的主张 这个地方也是 相当于代词的一个重复 这个相当于还是 但是你这个前面有过了 你后面再换 你说这是一种方式 就是它又是落入到了我们那种 中文不应该用代词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 它对于难民的主张 也促进了德国国内 极右势力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因为它后边有了一个 所以其实强调的是德国国内 因为如果你要是不加德国国内 这个词的话 大家会觉得是在欧洲 可是如果是在欧洲的话 跟它竞选又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根据上下文 我们会补权一个 它没有写的 但是呢 它认为是本能常识的 但是对于中国读者 并不是一个常识 可以理解的东西 在德国国内 极右势力 多次选举中 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 这个地方 其实你用资长是可以的 这个boussey这个词 因为其实在法语中 它是可以是报义词 也可以是贬义词 但它也可以是中性词 所以我这个地方 趋向于保守的翻译成 发展壮大 就是没有给他一个贬义的 就是如果我要说资长的话 其实这个作者就有感情了 就说明这个你不喜欢极右翼 好 然后同学们翻出来的主要的错误 就是第一个就是 就是不是说他出席了爱丽舍公 他在第二天出席的这个会议 而是说这个会议一直都在这 然后声称这种词也不是很好 因为听起来像是自己吹的 你把我们说坚持说 然后这个问题带此的问题 然后我们能搞定 搞定倒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最好能说就是我们能解决 或者我们一定能实现之类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总理 或者说习大大 他突然说出一个就是名言 你说我们能搞定 好像不太可能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 而且他也没有很明显的俗语化的表现 所以我们就还是正常的语句来翻 好 这个后边这个是一样的问题 第二个同学前面第一句话也是一样的 就是国家人的加入了法国政府 不是说他们加入了法国政府 是雷利Z是 就是在这个爱丽舍公 他们也一起来参加会议 孤身一国无法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这个同学很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说原文中打了引号的 在真正的中文之中 实际上是应该打引号的 但是呢 其实你也会有 你在读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原文中的引号特别多 就是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中文的一个习惯用法 而是外语的一个就是 C-DAS用的一个用法 就是当外文中有引用的时候 他们都用这个引号 但在中文中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引号可以不用引号 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我自己个人的话 只有在就像这种全球性 孤身一国无法 就这种不是特别明显的是 一个人说的话的时候 我是不太愿意用引号的 但是像这个我们可以做到 这明显是一个句子的时候 我会用引号 但是如果说为了稳健起见 就是当这个客户 你不太了解他 他也没给你要求的话 我还是觉得这个同学翻的是OK的 就是把所有的原文带引号的地方 引号保留 引号保留 其实是我们翻译的一个基本准则 只是说虽然这个准则成立 但是他会对于我们的中文 读起来的感觉 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你这个也没办法 但是根据客户的需要吧 一般会跟客户再聊一下 然后孤身一国无法 我觉得这个孤身一国有点怪 因为我们说孤身一人嘛 所以你说这一个国家是孤身 好像也有点怪 我觉得可能这个地方 没有必要用比较高的语计 就是说单独任何一个国家 可能就好了 后边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后边这个整个句子的理解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下边这一句 其实上次已经有同学在这块问了 就是说 这个 是什么意思 就是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说我在群里面也提示了大家 你看看这个9月20号 是什么意思呀 你大概就知道了 因为现在还不到9月20号 所以就是说我跟你约一下 怎么怎么样 这个地方呢 Borte de la什么什么什么 是Hendevu的一个 就是比较口语的一个用法 就是其实应该是Hendevu à la Borte de la 但是呢 如果你们去就是收到一种邀请函的话 一般来说 他说什么Hendevu 几点到几点 然后呢 Borte de la Chabelle 就是一个 他是可以忽略的 就当你说到那个小卡片的时候 他是有三行 第一个是谁邀请你 或者邀请谁 然后呢 时间是哪 地点是哪 他就不加借词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跟那个是一个意思 就是他省略借词 相当于直接是 像卡片邀请在读一样 所以呢 这地方省略了一个阿拉伯 但从语法规则上还是应该加 然后 这个Déjà 我不知道你们在读的时候 能不能感觉到啊 就是说 我告诉你啊 你也别 你也不要怎么着 我告诉你 我马上又还有一个了 就是想告诉他 就是特别近 就会有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翻的语气 就是语气相对来说低一点 因为 首先呢 有一个Déjà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 Porte de la 的一个用法 相对来说比较口语化 所以我在翻的时候呢 我用了一个咱们 咱们现在就可以约定 9月20日 在 就是说 见证下一次的 疏散难民的行动 Evacuation 一般叫疏散难民 然后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小问题 有同学会直接翻成 我们现在就可以 也可以 但是 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和咱们的区别 首先 大家都是中国人吗 我现在问一下 你们 我们和咱们有什么区别啊 你们感受一下 我们 咱们 这个我们和咱们的语法区别 就是我们不包括你 咱们呢 包括你 比如说 你去面试的时候 就说 咱们公司 这个 其实你还没有进那个公司 你说咱们这个公司 这个薪酬待遇怎么样啊 你就不会说 我们公司薪酬待遇怎么样啊 就好像跟你没关系一样 所以咱们是包括对方的 就是说话人的对方的 而我们的话是不包括你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说 就是咱们现在开始约定一个时间 应该是咱们 而不是我们 就是从语法规则上也需要 而另外的话 从听着也会舒服一点 这个地方就是语迪稍 语迪低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直接隐语 相当 好 然后 是指刚刚 饭呢 就是结束 就是今天早上刚刚结束 就是今天早上刚过完 我们就已经接收了 我们为他提供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难翻的点 就是 今天我们已经为难民提供了40份早餐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明天早餐的供应量 就这个 有同学会直接说明天翻倍 到底是明天难民翻倍呢 你的这个早餐不翻倍 还是说你的早餐翻倍 难民不翻倍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纸带上的问题的 所以我们说明天 我们的早餐供应量将翻一倍 后天再翻一倍 以此类推 是这个意思 当然了 其实也有另外一种理解 就是说 而明天的难民量将会增加一倍 后天再一倍 以此类推 直到我们接收多热 我觉得这两种相对来说 比较的话 我倾向于提供早餐 就是早餐的供应量 因为这跟他有关系 就如果你说 我这早餐就这么多 这难民无限的在增长 好像也没有 就是好像并不能突出 对于他们的压力 而且后本他说 直到我们接收的难民数量 所以强调的是他接收 他怎么接收呢 他就是给人家住的地方 给人家吃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 翻成早餐供应量会比难民数量要更合理一点 而且更能突出对我们这个疏散的中心 就这个难民管理中心的一个压力 直到我们达到了预估的1000人 直到整个城市都叫苦连连 这个其实是我参考了一个学生翻的 我觉得他这样翻的特别好 就是比我当时翻的好 他直接用两个指导 这个很有语言感觉啊 知道我们怎么能直到整个城市都叫苦连 我觉得这个翻的语感特别好 那种扼完叹息的感情也在中文中表示出来了 用两个指导 这真的让人讲到十分的挫败 这个地方说沮丧啊挫败啊 我觉得都可以 但我们必须要着眼长远来寻求解决方案 这个相对来说就是画蓝色这几个比较难 同学们的主要问题的话呢 一个是这个难民 就是de nouvelle personne qui arrive 这个难民是不能翻成移民的 我觉得可能我能理解 你们想把它美化成移民 就是听起来没那么刺激 可是呢 绝对不能把难民和移民弄混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概念 所以这个地方 虽然他说de nouvelle personne 就是新的人 我们还是要具体成难民 新的难民啊 然后因为刚翻de madine的话呢 说差不多到中午 嗯 就是其实也对啊 因为说早上刚刚过完 嗯 其实也就是差不多到中午 但是呢 嗯 我觉得就让我翻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说啊 这 这个早上刚刚过完 嗯 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跟原文更一致 但是这地方好像说到中午吧 异一下也行 嗯 这个后边提供了40份早餐 明天将会翻倍 并以此类推 这个地方就是啊 就还是说 嗯 最好能稍微具体一点 虽然说其实一个正常人啊 他不跟你吹猫求疵的话 他一定知道这个地方是早餐翻倍 但是呢 我还是建议从我们翻译上 还记得我们昨天的 呃 我们上一次说不背锅原则吗 就是不要在这种小地方背锅啊 就是让人说哎 你这个翻的不太好 我们要挑就是让我们的那个翻译呢 就是天衣无缝啊 就是也不能天衣无缝嘛 基本上找不出来问题 好 然后呢 我已邀请您于什么什么 跟我一同商量 首先他不是商量 好对付呢 是见证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已邀请您 这个有点太 就是他其实是很口语化的啊 就是说你还想再再看一次疏散吗 我告诉你9月20号就咱们一起去吧 那个感觉 他不是说您好 我已经把邀请函发给你了啊 9月20号我们在那边共同见证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其实是很口语的 咱一起去啊 你要想了解 你咱一起去啊 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他不是很正式的一个预期 然后 另外一个人 这不是一个人啊 the nouvelle best son的 就是新移民 同样 明天将会是今天的两倍 三倍甚至更多 这个是uncid suite的理解 错了 他是依此类推 就是说今天两倍 明天四倍 后天八倍 是这样来的啊 好 最后一个句子 啊 最后这个句子 我们还没还没有讲 就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文章里边的 呃 大家翻的还挺有意思的啊 首先呢 就是 the plus petite start up start up这个词 你们注意一下 就是外来词 普遍呢 都是呃 阳性的 但是这个start up在这儿 是阴性的啊 所以说 plus petite start up 然后他也没有加s 这个其实法语中 外来词加不加s 都是看心情 按理说 其实应该是加s的 the plus petite start up 啊 google 啊 是这样来的啊 所以说就是从最小的初创企业到谷歌 然后start up呢 我们翻成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方法 翻译成初创企业啊 初创企业啊 abuser de souber 啊 这个sous beyer是一个特别坑的地方 嗯 我也不是很满意我的翻译了 但是如果大家有更好的 嗯 但是一定要精确的方法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在公信给我们 啊 accusé de sous-payé ses employés 嗯 嗯 par les autorités américaines 那西区 带来 dans 这些 certain appell la 不好 culture 好 la culture des francs francs 就是兄弟姐妹的意思 好 后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子 叫 un cocktail de machisme et de guld de l'argent et de la réussite gui se combine à une sympathie pour se détourner les règles sans se faire prendre 这个地方 这个gui 这个句子 还是我们 在第一次 可是不是有一个 就是 呃 在法语中 就是法国人 会这样写 我们尽量不要学 因为我们 很容易学不会 就像咱们 刚刚遇到 那个universo 那个名词性的句子 就用一个名词 当成句子 然后呢 gis 什么什么的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本来应该打斗号 然后呢 作为一个 相当于定语从句 啊 关系从句的 这种东西 他直接做成一个句号 大写 g 作为一个 就相当于 关系从句的 一个单独起句子 这也是法语的 一个用法 但是呢 不符合语法规则 呃 我们能理解 就可以 但自己最好 不要用 因为我们写出来 就肯定是错了 因为我们不是法国人 的 Steve Jobs copier les interfaces de Xerox à Max Zachbug reprenant le projet des frères Winklovos La mythologie 实际上来的话 就有点太口语化了 而且比较网络用语 不是很正规 所以我们说大男子主义 所以我们的翻译 就是在硅谷 无论是最小的初创企业 还是谷歌这样的大企业 我觉得这个谷歌的话呢 你还是稍微对应一下 因为从中文里面 最小和大 应该是有一个出现的 如果你说 从最小的初创企业到谷歌 好像感觉没说完 是吧 都遭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的指控 Le Zodohité的话 其实就是政府部门 这地方不要犯成当局 很奇怪 遭到了当局的指控 被指支付员工的薪酬 并没有达到其员工 本应获得的薪酬水平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 你如果说他给的薪酬低 他只能说他薪酬低 他不是苏伯爷 就是他可能是 Malabia 是给他的不好薪酬低 但苏伯爷的意思是 苏 就是苏伯爷 这个苏就很难翻 所以我在翻的时候 就翻得很复杂 但是最起码把这个 就是我是保证了原文的信 可能答 我就没有完全的做得到 我觉得基本上能通答 就是你要把这个苏 这个字数出来 如果你要说他薪酬不好 或是付的薪酬低 就没有表示出更低的那个苏 所以说我说的是 支付给员工的薪酬 并没有达到员工 本应该获得的薪酬水平 因为实际上 你为什么不能用 Malabia你知道吗 是因为你要稍微了解 点背景知识的话 你就知道 谷歌的工程师 他们一年在 汇股的话 他们一年拿到 手的能有100多万 不是 税前最少有100多万的年薪 就是人民币的年薪 而税后可能有60万到50万 50万到60万的样子 还不包括奖金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很高了 但是对于加州的生活水平 和消费水平来说 是非常低的薪酬水平 所以只能说苏北野 你要跟他说 我一年挣100万是妈的北野 那我觉得这有多少人 该奋起而工之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只能说 他们本应该获得的更高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地方只能是 委屈求全的 做了一个公破密 硅谷现在沉浸在 兄弟文化之中 充斥着大难处义 以及对金钱和成功的 盲目崇拜 这个地方的话 那个按高克大爷 高克大爷是什么样子呢 不是鸡尾酒吗 鸡尾酒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调制的 就相当于是一个 调制的鸡尾酒 有什么调的呢 有Machisme Machisme 和Gült de l'Argent 和Gült de la Hayesit 这三个东西 调出来的一个高克大爷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鸡尾酒 有三个调出来 就是刚才于晶说的 这个直男癌 拜金和圣者为王 那我们在中文中 怎么把它调顺呢 就直接不用说 混合物啊 充斥啊之类的 我们就直接说 我们不用说混合物了 就直接说充斥者 大难子主义 以及对金钱和成功的 盲目崇拜 这个地方的话 金钱和成功 我觉得可以直接用一个 因为那个Gült de l'Argent A de la Hayesit 这是一个连接 Gült这个词 本来是邪教 就是他们已经崇拜 他跟崇拜的 跟邪教一样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加了一个盲目崇拜 不要 就是因为 你看这个盲目 好像大家觉得 A de la Hayesit 在哪呢 没有啊 但实际上这个Gült 它有盲目崇拜的意思 所以我们得把这个 隐含的意思翻出来 你们要记得 翻译的本质的原则 在于图像对等 就是那个图画的感觉 和feel 要完全对等 而不是词汇的对等 因为词汇先对等 以后机器是能取代我们的 然后 这个地方大男子主义 我建议这样翻 这些价值罐加起来 Gült公币呢 也是一样 这个Gült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关系从居的一个单起 其实类似于省略的代词 所以碰到代词中文怎么办啊 重复 尽量少用代词 所以这个地方 虽然用了一个这些 但是你后边的名词得出来 这些价值观 加起来 化作了对那些规避规则 而又不被抓到把柄的人的认同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场句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的话也行 因为 虽然这句话 你可能读起来还行吧 就是化作了你们的认同 但是其实它又有一个 不符合翻译原则的地方 就是它有两个的 我们翻译中呢 从原则上是不应该出现 中文有两个的的情况的 所以说呢 这个句子我不认为是特别好的句子 但是呢 确实我 这个句子我就是组织了很久 我发现就只有这样的 嗯 方法可能会比较好 如果要是把两个的去掉的话 是很颠覆的碎句 就句子会支离破碎 所以最终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妥协 就是把这个句子还是合在一起了 然后呢 但是允许了两个肚子啊 然后后边啊 从这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呃 我觉得这个地方 他既然用了高屁 高屁这个词是很 反正挺不好的 所以我就用了 票弃 而不是用复制 嗯 因为我觉得他的语言感情是挺深的 然后夺取好友的 喝碰夺取好朋友 然后这个项目 初创企业的神话 满是在成功路上不惜 这个地方我觉得 这个不惜加的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有一个 就是他原来隐含的那个含义 你把它翻出来了 就其实原文中没有不惜这个词 但是确实他有那种感觉 就是不惜窃取他人创意 背叛身边朋友 甚至直接违反法律的英雄们 就是在成功路上 不惜窃取他人创意 背叛身边朋友 甚至直接违反法律的朋友们 这样的话呢 语言感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强势 咱们看看同学翻了一个主要的问题 首先就是这个startup 翻成新兴企业的比较多 实际上呢 就是新兴市场 我们会翻成雷贝一 这个倒是会翻成新兴 就是雷贝一 这个词我们会翻成新兴 但startup这个词呢 我们会翻成初创 好 这个地方 其实这同学理解的特别好 他是这个鸡尾酒的那个意思 他是混合 但是呢 翻得太直接了 大男子主义的鸡尾酒 这个说不通 是吧 当你觉得中文本来就说 说服不了你自己的时候啊 那肯定说服不了别人 就是创业公司也就是语义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现在的固定方法就是初创企业 听起来好像就是好一点 就感觉好像高级一点 所以我们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用法 对那些改变规则 但自己并不遵守 他这个不是改变规则 而是说他 Dé d'orne Dé d'orne呢 是规避 照国规则的意思啊 然后 Interface 这个是界面啊 然后呢 这个 Tai Depoche Depoche的话翻成亲信不好 亲信这个词太有 Gonodation了 你一听到亲信 你就知道 他是你的下属 就是你最相信的那些下属 但他其实背叛身边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的意思啊 然后 这个给工资太少 这个问题 和下面这个同学说 雇佣廉价劳动力是一样的 你说给他工资少 你说他是廉价劳动力 可人家年薪百万人民币 就是 这其实有点说不通 所以说这地方 是一个背景知识的问题吧 但是呢 也确实也是一个翻译的难点啊 美国权力机关 这一听起来就很惯 你就说美国政府部门 我觉得就行了 嗯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原文中 如果没有这种破折号的话 我们在翻的时候 最好也不要用破折号 因为破折号 我们之前说了 就原文中 就算是有破折号和括号呢 我们都尽可能的 把它还原成正常的 也就是说去掉括号和破折号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删掉 这个英雄们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翻的话 最好还是像我这样 比如加个引号 或者像第一个同学说一下所谓的英雄 然后这个地方 虽然他原文中没有引号啊 但是其实在中文中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反讽 所以我建议还是把那个反讽的意思说出来 嗯 就是他其实是有一种 讽刺的意思在里边的 如果你说直接说把这个对英雄们 嗯 这样翻的话 其实原文的那个意思 没有完全直接的表达 相当于有少了一点点那个feu 就是讽刺的那个feu 好 这是这几个 小的句子啊 但这个句子其实还是挺挺难的啊 我们一就是课下的时候 如果要是我上课讲的比较快 回去再听一遍 里面有很多的翻译的基本的标准和原则 你们要知道 如果你最后翻出来那个东西 跟谷歌翻译是一样的话 那人类还有什么意义啊 就是直接用机器把你取代就可以了 而且是很快就可以取代了 嗯 现在那个不是什么 科大讯飞那个中英护议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除了除了速度比较慢以外 基本日常生活用语都可以直接同传 嗯 当然也不是同传 就是交传 就是你说一句 摁一下 等一等 他跟你说 但是呢 如果我们随着未来时间的发展 你现在应该感觉到 就现在那个语音录入也变得很强了 就是你用微信 用语音录入的错误已经比较少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以后文字的这种系统 会是下一个时代 或者下一个十年的一个重要突破 所以一定要成为一个 大家是或多或少跟语言相关的人 一定要让自己的语言水平不能被机器取代 不然的话被谷歌翻译取代了 我们就就是彻底失业了 是吧 好 来 咱们来看一下 上一次的那个小短小短的文章 这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讲的快一点 Le Scandale Uber Amourstil La fin Duner dans la Silicon Valley 就是最近硅谷都不太平 就是谷歌出了事 那个优步也出了事 Amourstil这个词呢 其实是 有点类似于是Gamourstil的那个意思 叫Faire Gamourstil的意思 所以这个Amourstil的话呢 相当于是说 开启了 可以认为它是 Amourstil une conversation 就是说有个人要跟你说 开启一段对话 叫Amourstil une conversation La démission du fondateur 这个是右部的创始人 他辞职了 就辞职 Démission 然后它的动词原型叫做Démettre Démettre 这个标签呢 我就不给你拼了 Démettre 后面我们还会学Démettre的一些用法 然后 Sur Cedemon Et c'est contre-bevoir 就是这个人 引咎辞职 导致了整个 迫使硅谷 开始调查那些 什么人呢 Cedemon Et c'est contre-bevoir 这个Cedemon 指的是 这个Demon 就是那些坏人 那些魔鬼 就是硅谷的那些魔鬼 和Gontre-bevoir Bouvoir呢 就是 就是 遵守秩序 秩序 或者 那Gontre-bevoir呢 就是 不遵守秩序 违反秩序的人 也就是说 那些恶人 和违反秩序的人 就这样的意思 或者说破坏规则的人 Démettre 就是说 在 另外一个宇宙之中 这个人呢 本可以 这个是一个虚拟语气 是条件式来表示 一种虚拟的感觉 就是 用条件式来表示 本可以 本应该 表示跟现实相反 这些人 就是说 根据这个 un cliché de Nes 就是根据 这种根深蒂固的成见 clicé的话呢 我们一般说是 成见 或者说 就是 成词 什么 成词烂调 我们通常翻译成 成见 比较多 根据 人们这种根深蒂固 De Nes 形容词 表示 根深蒂固 根据这个根深蒂固的成见 这个人呢 这个Travis这个人 他本可以 是漫画里边的一个坏人 而 这些 谷歌的工程师呢 就是这个 在 微软的 不是 就是在这个 硅谷的 这些工程师会非常爱的 非常热爱的 喜爱的一个反派角色 是这个意思 就在另外一个世界上 这个Travis 本 根据 在另外一个世界中 根据我们这种 根深蒂固的成见 Travis本可以 成为 硅谷工程师 非常钟爱的 漫画中的恶人 或者非常钟爱的一个恶人 或者反派 反派角色 Le désormé X BDJ 就是说 自此就成了 他的前 董事长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有一长串的 这个丑文 Selon Le Décompte Décompte 这个是 英国的卫报 Décompte的话呢 指的是 明细 比如说 你要去买房了 然后呢 你说 这个你能不能给我算一算 买房 到底需要什么费用呢 Décompte 这个应该会写 可以写在旁边 Décompte 就是给我轻点一下 各个部分到底都有什么东西 给我个明细 Avant du fait Ou presque Harcelement Sexuel 这个 这几个都是比较常见的 跟工作相关的词 一个呢 是这个性骚扰 Harcelement Harceler Harcelement Sexuel 性骚扰 Surveillance Electronique De ces chauffeurs 就在那个 优部的汽车里面 进行电子监控 Surveillance Electronique 顺便跟你们说一下 那个 Surveillance Electronique 跟我们那个叫 Gammeha 是一样的 我们那个法语中 是存在Gammeha 这个词 这个Gammeha 一般我们叫做 Gammeha的Surveillance Gammeha Gammeha的Surveillance 指的是那个 监视器 就是Camera 不是在英文中 指的是那个摄影机吗 但法语中不是啊 法语中的照相机 摄影机 它叫做 Labahai Photo 阿 巴 亥 The Photo 它可以叫 Alabahai The Photo 也可以 一般来说 我们都不说那个 The 因为 很常用了嘛 叫Alabahai Photo 不叫Gammeha 不是说 你用一下你那个Gammeha 给我照张相 它用一监控摄像头 给你照相 所以这肯定不对 叫Alabahai Photo 好 然后呢 Surveillance Electronique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知识产权的 飘削 Ila reussi a engarni engarni 这个词也特别好玩 就是 他是什么 什么的化身 就是你可以说 这个人是一个 什么天使的化身 engarnation dange 也可以 比如说 有人说这个 默克尔 就是 D'après Certain 或者说 D'après Certain Parni Les Allemands Madame Merkel est consideré comme incarnation dange pour en se qui concerne les réfugier 就对于 难民问题来说 这个默克尔 在德国人眼里 就跟天使一样 就是天使的化身 就是说 有种讽刺的意思 就是说 谁都接受 就跟 圣母一样 当然 你可以说 incarnation 就是这个是 圣母玛利亚 Sainte Marie 圣母玛利亚的一个化身 engarné le catalogue complet catalogue 是目录 就是这个 一个很全的一个目录 什么目录呢 Villenie Villenie 就是baby 就是说 它就好像是一个 baby名录的化身 就是说 它在这个 就是工作 就现代 现代社会的 职业 职场之中 就几乎 是所有 baby行径的化身 就是几乎是 所有baby行径的代言人 都可以 所以这个 这个句子很有意思 而且这个句子 它那法语写得特别好 就是我不知道 你们能感觉到 它还用 ilas réussit un engarné le galogue complet de Villenie du monde 他有几个词 用得特别好 一个是 reussit 一个是 engarné 一个是 complet 这几个词 用得特别的 地段和到位 这句话 这一小段 就是这一小句话吧 可以把它背下来 arcellement 一直到这个moderne 挺好的 好 再往下 la mythologie la mythologie des start-ups 就是他们的这种神话 nest comme dans dou bon comic book le méchant n'est souvent que la métaphore dun problem plus large 就是在很多的 这个漫画之中 在很多的这种 好的漫画书之中 就是正常的漫画书之中 坏人呢 只不过是一个 更大问题的 一个代表 那是什么的代表呢 他说 produits des entreprises comme les autres elles sont souvent plus riches que la moyenne 就这些人呢 这些公司 他们一般都比 普通人要更有钱 oubert de beaucoup plus d'argent que la moyenne mè elles sont surtout bainé dans une culture 这个bainé 沉浸在 进入在 或者围绕在 一个什么文化 这个比较固定的搭配 叫bainé dans une culture 然后le métaphore 这是一个固定说法 相当于是le motcle 就是它的一个关键词 它的关键词 就是啥啥啥啥 好 后边这一段 我们已经讲完了 稍微给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 扎克伯格 就是当时那个 富士施乐的这个 施乐 施乐这个公司的页面 是最早 是由这个Mac 其实是最开始 由施乐的 然后后来呢 他还趁他还没有注册之前 这个Steve Jobs 就给他抢住了 然后这个 扎克伯格也是一样 扎克伯格也是 就他们三个人 这个两个兄弟啊 跟他一起提出来的 但后来呢 他把那两个兄弟给甩了 自己做了那个Facebook 所以后来就火了 所以那两个兄弟就告他是 剽窃他的那个项目 然后呢 后来法官赔了他 就是给他罚了很多钱 就是最终这些Winkler Winkler 兄弟呢 其实一点都不亏 罚给他们了2000万美金的现金 和价值1.5亿美金的股票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他们什么事都没干 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然后突然告诉了 扎克伯格 然后扎克伯格实现了 结果他就要赔2000多万美元 和1.5亿的股票 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 他一的Poche 我们的Diacement Viole la loi Su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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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geste Huggeste 这个也是固定用法 什么什么 用主动的 Huggeste 就是说 Plan de 充满着什么什么什么 到处都是什么什么的意思 好 来我们再往下 好 下面这一段 是 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 Mais la démission 就是打开了大门 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打开了闸门 就是说 如洪水般 一下打开了闸门 就是滔滔降水 连绵不绝 这个意思 这个态律的话呢 大家记一记啊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其实 平时我们常说的 阅读量颇高 点击量颇高 人气颇高 都用态律 是比较好的 就是只要是能看的东西 比如说 这网站呀 这视频呢 都会用态律 这是一个比较地道的法语用法 后边这一段 Pour tant dans un milieu qui prune depuis toujours depuis toujours 也是一个比较讽刺的一个用法 你一直说 一直说 比如说你一直说 带我去法国 就一直都不带我去 depuis toujours qui prune prune也是一个比较讽刺的语言感情的词 就是 打丝鼓吹 自己当然瞎吹 叫prune les vertus de l'autoregulation 就是说 他们都大肆地去鼓吹 自我监管的重要性 Face à la tardillonne tardillonne intervention tardillonne 他本身这个词指的是 这人婆婆妈妈的 就这个用法很少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词组 搭配其下 应该也就这种用法 在正式文件中可以用了 tardillonne intervention 就是非常冗余的 非常爱手爱脚的这种 呃 影响啊 就是 随时都会插一棒子 啊 这种感觉 beaucoup de questions se pose sur le hall des actionnaires du groupe 就现在就很多人都问说 你这 股东干嘛去了呀 啊 就是 accusé d'avoir laissez faire laissez faire 就是放任 啊 就说 就曾经 就是大家就认为 这些股东就放任他们 嗯 发展 就actionnaire action actionnaire 好 non Emmanuel non bien sûr c'est le capitalisme excusé nous si nous espérons mieux 这个也是一个固定的表达 啊 就是说 嗯 比较法式的一个用法啊 就是说 但是实际上 我们还希望更好 啊 就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现实 但我们希望 是现实更好 excusez nous si nous espérons mieux espérons mieux nous avons tous nos défauts 谁都有问题 谁都有错 这也是一个比较口语的用法 就是笔头也可以用 谁没有错呢 人谁无过呢 nous avons dou nos défauts nous ne respectons pas doujour les règles mais pas dans les proportions de ce que Uber Uber a fait 啊 就是说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mais pas dans les 就是说我们会怎么怎么样 mais pasdans les proportions de ce que c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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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it 就是说 我也会犯错 但我们也会犯错 那么严重 mais pas dans les proportions de ce que c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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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it 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也会犯错 但我也不会 ras然 fad那么严重 Twitter je me 就是 其实跟那个 高贵是一样的 堕落 这个 腐败和 不堪的行为 就是 他跟那个 是一个对立 就是说 这种不堪的行为 好 这个人 一个 回答 simple 当 没有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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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说 这个 营业额没问题 他就没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 很正常的 这个挺有意思的 就global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全 全球的问题了 也没那么新鲜 就是说 其实早也就都知道了 但是呢 这一次 对于这个 硅谷的这种质疑 就是重新 审视 质疑 再一次的审视 叫 Hermet-Tonkos Hermet-Tonkos Du modèle De la Silicon Valley Trouve un nego 就是 在什么什么之中 获得了回应 或者是 获得了反响 可以说 Trouver un nego Parmis les universitaires 比如说 这周 那个孕妇死亡的 那个事件 说 Trouver un nego Parmis les chinois 或者说 Parmis du les chinois 就是说 现在在这个中国 有很大的反响 Trouver un nego Parmis les chinois 或者是 en chine 也可以 un peu particulier 就是说 这个问题 就是在法国 受到了特殊的反响 为什么呢 虽然现在还没有一起 相似的事件 可是呢 这个Emmanuel Macron 他说了 而且 Adi et Herdi 这个也是 Adi et Herdi 也是一个其实挺好的用法 就是说 无数次的在强调 就是强调说 Parmis les chinois Adi et Herdi Adi et Herdi son ambition de faire du pays Une start-up nation 这个地方呢 Faire de 什么 就是说 把什么 变成什么 就是 Faire du pays 什么呢 Une start-up nation 就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 变成一个初创企业 精神般的国家 这个意思 然后 Celine lui a value d'être directment interpellé by这个人 就是 luia value d'être 就是 使他 怎么怎么样 其实就是 hantre quelqu'un 的意思 然后呢 或者 permettre à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然后 la lanceuse d'alerte qui a dénoncer le harcèlement sexuel permettant permennon shay Uber 这个前面 la lanceuse d'alerte 就是 提出预警的那个人 或者说 揭示警示那个人 这个地方有一个 那个 dénoncer 这个dénoncer呢 指的是披露 一般都是 不太好的事 才dénoncer呢 你不会说 je dénonce la rentrée universitaire universitaire 这个就不太好 就是一般说 我宣布 开始开始 j'annonce la l'ouverture de cette cérémonie 而不会说 je dénonce dénonce 一定是披露 表示不好的事情 好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的问题 大家可以想几秒啊 就是 arcèlement sexuel permennon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 这个 性骚扰 天天骚扰吗 还是说 这个一下骚扰 好几个小时吗 这个permennon 怎么理解呢 这个也是一个 很常见的 一个法语用法 就是 用一个问题 加一个permennon 表示什么呢 表示是 长期存在的 是说 他长期都存在的问题 对 很好啊 他不是说 一次性骚扰 好长时间 他是 长期都存在的问题 叫做 arcèlement sexuel permennon 这是一个 很常 很常见的一个用法 你用一个problem 加permennon 指的是 他长期存在 而不是说 这个问题 他就有长期性 好 antraine la chute 就是说 这个人 他 他 denoncè了 这个sexuel 就是 harcèlement sexuel 之后 就 entraine la chute squi lui a value dêtre directment interpellé pare 这个是 lui指的是 那个 Macron 就是说 使他 dêtre directment interpellé 就是受到了 实际上的质疑 就是 刚才 他说的 那个 une start-up nation 这句话呢 使 Emmanuel Macron 直接受到了 这个 Susan Fowler 这个人的 质疑 然后他说 谁谁谁谁 好 然后 en réponse un tweet du président de la repubblica dans lequel il affirme vouloir créer une nation qui pense agir comme une start-up el exhorte exhorte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就是 敦促 或者说 是 恳请 某人 或者敦促 某人 这个敦促 和恳请 都行 就语级不太一样了 一个是比较 右下往上的 一个是 平级 或者是 右上往下的 这根据情况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就是他 强烈要求 也可以 de non rien faire 就是 啥都别做 non rien faire 就是什么都不必做 non Emmanuel non vous ne lisez pas les infos sur ce qui se passe dans le monde des start-ups 你呢 没有看 这个 就是 初创企业的 这个世界 都发生了些什么 所以 the moon des start-ups 但实际上 这个地方 有一点小问题 就是说 Uber 这个 这个东西 它是 其实 不太好 本来叫做 初创企业 就是 其实你说 是 但是 其实他 因为呢 Uber 这个公司 就是他也可以称为 是初创企业 他也可以称为 大企业 因为 他跟谷歌不一样的 就是谷歌 毕竟又大又老 这个Uber呢 是很大 但是他新 所以其实呢 从归类角度来说 他还是算是初创企业 就是他在初期 但他其实不是新兴企业 就是他也不是 就是刚新起的那种企业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按照标准来翻吧 虽然可能从直觉上 感觉好像 Uber跟初创企业 就是不太对 对应啊 但是实际上 对 有一种这种感觉 但其实他是一个 很大的这个企业 嗯 OK 好 我们 接下来 我们休息 10分钟 休息5分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篇文章 好吧 咱们继续啦 好 然后这个 优布 性骚扰完了之后呢 这个 谷歌呢 又 性别歧视了 我们来看看 谷歌是怎么 性别歧视的 L'affaire de cercisme qui agite Google explique en Ute question agiter 就是说 谁谁谁谁 激起了愤怒啊 坐立不安啊 所以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agite les masses 啊 就是说 这让群众们都开始愤怒了 agite les masses 让群众们开始愤怒了 或者让群众们都坐立不安了 比如说 这个 你说中 北京的房价 上涨 现在不怎么涨了 就是比如说 logomandation 或 la haus full la haus fall du prix de l'immobilier de békin affaire agiter les békin 就是让北京人都开始疯了 就是这个 agiter quelqu'un 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说 哎呦 行了行了 你别让那么焦躁 就是你不要这个毛手毛条 不要那么焦躁 ne da jit 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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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行了 别闹腾了 ne da jit ba 消停火 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一个比较口语的 可以用的一个表达法 说你别闹了 ne da jit ba 当然了 也有更简单的办法 你说ahite 也可以 别停下 ahite 好 an employer e de licencié licencié是结果啊 这个很重要 licencement licencié pour avoir diffusé an diffusé呢 就是传播扩散 就是传播了个啥呢 an manifest 就是一个宣言 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一个宣言 具有争议性 bolemic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词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记一下 知道就算了 然后呢 diffusé这个词呢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说 直播 diffusé 和录播 就是diffusé这个词呢 可以说diffusé diffusé en direct 然后或者说录播呢 叫diffusé en différé en différé différé的话就是 推迟播 叫录播 就是一个叫直播 一个叫录播 diffusé la controverse la controverse呢 指的是那种争论 相当于是le débat controverse 它有一个形容词 叫做controversable controversable 具有争议性的 controversable an me l'entreprise dang maître sé dans une situation très delicate 这个 是一个比较 比较固定的一个表达 你可以记下来 就是maître 什么什么 dans une situation delicate 就是 使谁 非常的 进退 两难 当然了 我们还有好多的 搭配可以换 比如说 maître sé dans dans dilem 还记得那个dilem吗 就是 le dilemme du prisonnier 囚徒困境吗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 那个dilem里边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 那个 ambass里边 dilem呢 叫做 就是什么 这个两难 这个 in bass呢 也是 an ambass呢 与n ambass呢 也是 进退两难 就是堵在那了 前面也进不去 后边进不去 这个dilega呢 是微妙 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处境 ce qui était à l'origine une bolemique sur le sexisme se transformé en violent débat sur la liberté despression 最早呢 是关于 其出 à l'origine à l'origine 本身 可以单独使用 作为一个副词 叫做 其出 然后呢 如果 它这个搭配 很容易 记错 要注意一下 你可以说 嗯 je suis à l'origine de la sine je suis à l'origine de la sine 我是从哪儿来的 à l'origine de 但是呢 à l'origine de 它是一个 类似于形词的词 必须要叫 être être à l'origine de 你不能说 à l'origine de 只能说 à l'origine 单独用 或者是 à l'origine de 或者呢 还有一种用法 叫做 etre d'origine etre d'origine sine sine 啊 这个就是说 我是 中国 就是 华裔 etre d'origine sine 就这个人是 华裔 他现在是什么人 我们不知道 反正他出生 是中国出生的 叫做 je suis d'origine sine d'origine sine 这个要注意啊 男的也是 d'origine sine 因为这个 origine 它是隐形 它的 origin配合 它不是说 跟你配合 je suis d'origine sine 跟那个 la nationalité chinoise 是一样的 无论你是男士 你都是 la nationalité chinoise 好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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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谁变得舒缓一点 就是使他放轻松一点 所以这个abezé les esprits 就是说使大家的精神放松一点 就是说去消散大家的愤怒 或者消散大家的这些情绪 所以我们最常见的 其实abezé这个词 最常见的搭配 你连记下来已经都明白了 叫做abezé la colère abezé la colère 比如说我为了 就是让我爸妈消气 我给他买了个东西 j'ai acheté un gâteau j'ai acheté un gâteau pour abezé la colère de mes parents 就完了 abezé这个词呢 跟colère最常用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减轻他的痛苦 abezé la souffrance 比如说 nous tendons d'abezé la souffrance des pauvres 或者说des maladies 我们说这个 我们在减轻这些病人的痛苦 减轻这些穷人的痛苦 d'où des parties da manifeste sexist d'où des parties de 这是一个固定的说法 它相当于 être à l'origine de 就是说 这一切都起源于 相当于 il est à l'origine de 但是呢 这个用法比 il est à l'origine de 要高级点 可以学一下 就是d'où des parties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由 Bardir来的 就是一切都是从哪出发的呢 是由一个sexist的一个宣言 就是一个性别歧视的宣言 然后这个是批判谷歌的这种多样性的政策 好 前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像说 sagir Havive la polémique Havive这个词就是点燃了 重新点燃了 这个大家的争论 本来大家已经争的挺厉害的了 后来它被开除了 结果大家争论就更厉害了 叫做Havive 当然了就是重燃 什么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说 重新点燃了我的希望 希望怎么说呢 Havive 然后呢 可以说 sag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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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espérance 还有另外一个常用的用法 叫espérance de vie 顺便也学一下吧 叫期望寿命 平均期望寿命 Havive 但是你不能用Havive lesespérance de vie 因为你这个不能点燃期望寿命 你只能说点燃谁的希望 Havive mesespérance encore une fois 然后 l'entreprise est embourbé embourbé呢 指的是 被处于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境遇之中 或者说是 在 深陷什么什么的泥潭 叫être embourbé 比如说这车 现在那个泥里了 叫 la voiture c'est embourbé 然后呢 你也可以说 这个 je suis 或者说 sag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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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reste embourbé dant la dant l'ancertitude dant l'ancertitude ditude 也是可以的 dant l'ancertitude 就是说 现在这个东西 reste embourbé dant l'ancertitude 也可以是 embourbé dant une situation 如何如何 然后 don el ben a sestrère 这个sestrère呢 estrère 只是提取 榨汁啊 什么的 都是extrère extrère laissance 也是提取它的精华 laissance 然后呢 extrère 这个词可能在生活中会用 说榨汁 叫做extrère bar pression 就是压榨 压榨 榨汁 那有压榨 不是说 比如说 you faut s'estrère de ju de l'orange bar pression 就是我们是要 通过压榨来获得成真 estrère bar pression le ju de l'orange 过真 好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句子 第一句话 可以把它背下来 这个句子特别好用 叫 格公天 是text siccontroversé 就是 格公天 什么什么玩意儿 这里边有啥呀 格公天 比如说 格公天 siccontroversé cafe 这杯咖啡里面都有什么呀 就是说 糖和热量高不高啊 格公天 顺便我们给你案例一下 昨天喝了 昨天我在网上 就是看到 就说 很多人就说 喝那个黑咖啡 对身体比较好 然后我就去 买了点黑咖啡 然后昨天喝了以后 发现真的是 效率高了好多 然后呢 一天都非常有精神 你们可以试一试 不过 那个黑咖啡 比中药还苦 你当药喝吧 Extre 这个地方 我们来解释一下 Depuis l'entreprise est en bourbet dans une situation delegate 就是说 自此 这个公司怎么着呢 陷入到了一个 非常困难的 一个境地 才这个delegate 是困难的意思 Don el bain a c'estère c'estère de 就是从哪儿 提取的意思 就是从哪儿 抽身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引申为抽身 叫c'estère de cette situation 就是说 现在很难 c'estère de cette situation 然后 bain a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就是说 很难 很困难 不太能的意思 就是说 现在他 陷入到这个境内之中 他现在很 很难 从这一个 情况中 脱身 是这样来的 ok 对啊 顺便我说到这个 表题啊 就那个 dong dong 这个词啊 dong 这个词 它的那个 用法 我建议大家 见到一次 就记一次 就是就记一下 这个句子 或者背背 这个句子 我读读几遍 这个句子 因为呢 dong 这个用法 是非常跟我们 中文习惯相冲的 所以其实一方面 对我们的理解 有问题 另外一方面 我们自己很少 能写出来 dong的句子 但是dong的句子 是非常法式的 所以如果你的 dong的句子 能够用好 你的法语的水平 能够提高 你的书写的感觉 应该能够提高 一个水平 所以呢 dong的句子 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他那个 基格物 都比较简单 好 哥宫天 这里边 喊什么呀 哥宫天 是咖啡 noir 这个黑咖啡 里头喊什么呀 这long text est une critique de la politique de diversité de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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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a notamment est de ville villementé 这个villementé 这个词啊 也是一个特别 带有语言感情的词 这篇文章也是 很带语言感情的 villementé 这个词指的是说 那个 嗯 他其实是说 被污蔑了啊 被控告啊 被指控 有点像那个 accusé 但是其实我想想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雅语 是一个书面的雅语 他翻成中文嘛 我想想 其实有点类似于说 就是被人 枪害了 迫害了 就是一个特别 奇怪的语籍 就是他是一个 非常高的语籍 就是正常人 不会用的 他就说 就是说 因为这种性别歧视的言论 或者性别歧视的这种 呃 这个证据 这个谷歌 遭到了迫害 啊 这种感觉啊 就是一个非常高 语级的一个讽刺 用那个 villementé的一个 极高的语级呢 就表示一个讽刺 反讽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那个 James Damore 以assure entre autres 这个entre autres 这个词啊 一定要把它 就是画个大型号 因为entre autres 这个词特别法式 就是这个词 其实在 它是没办法 直接翻成中文的 所以它特别的法式 很地道 entre autres呢 如果用法语来 比较的话 就相当于是 parmi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是法语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 entre autres的意思呢 就是说 在这其中 特别 要提出一点 的那个意思 所以entre autres的话呢 在这个里边 就是他 这个James Damore 以assure 个西门 就是说 他里边有很多的 他说了很多的话 其中他特别强调的 说出了一句话 我要告诉你 是什么 所以entre autres呢 相当于是 parmi les affaires s'affirmation de James Damore il y a notamment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 il y a notamment septe phrase c'est-à-dire si les femmes sont sous représentées checougou 什么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 entre autres 相当于是 parmi blablabla il y a notamment 的意思 所以当你觉得 你想用 就是 parmi il y a 的这个结构的时候 你可以先考虑 用entre autres 一次 那后边 它其实又有一个 notamment parmi 就是 如果它前面 要用了这个词的话 就相当于是非常重复的两个句子了 其实我当时看这篇 Le Monde 这篇文章的时候 不是有个点点点吗 省略的 就是我只看它这个文章 我觉得其实它说的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 男性和女性 本来它就是有性别差异的 就是这个地方 你要注意啊 就是性别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我的那个标题叫做性别差异 性别歧视 性别差异是存在的 性别歧视是不应该有的 就是所以很多的那个女权主义者 feminist 他之所以叫做女权主义者 是他否认性别差异 就是他觉得男的跟女的就应该一模一样啊 就是说 比如说那个呃 在某些行业就应该就是男的和女的都应该数量是一样的 然后呢就是说啊比如说在某一个某种情况下 就是男的和女的就就在是完全无差异化的 但实际上男性和女性各有它的特点 所以男女的差异是要肯定的 但是又不能歧视女性 但是其实你看这篇文章 就这块它引言的部分啊 目前来说还就是表示性别差异 是因为他原话中 他这样说的 他说如果就是男性和女性是因为这个生物生理结构的不不一样 所以男性的怎么怎么样 女性的怎么样 男性适合什么 女性适合什么 但他最后说了一句特别不对的话 就是bolidikmangohakt的话 就是政治错误的话 就是说因此女性的能力不如男性 就是他他是这么说 就是他原话是这么说 就是因此女性能力不如男性 这个这个就性别歧视了 你可以说在工程行业 男性更适合一些 或者说他更擅长 他的脑子回路比较适合 但你不能说因此女性不如男性 所以说这个地方 他这可能没有引用到啊 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 主要是那句话 不是你看到这些话 因为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些话好像还可以 Els ont généralement un intérêt plus fort que les hommes pour les gens plutôt que pour les objets 这句话呢也是有一个很 有一个比较吧 Els ont un intérêt plus fort que les hommes 就是相比于男人来说 他们有一个更大的兴趣 什么呢 pour les gens plutôt que pour les objets 他又有一个比较 就是他们对人的兴趣更多 就是他们更擅长社交 而对目标的兴趣呢 就更少 是这个地方 所以他有两个比较 一个是男女的和男的比 一个是人和目标比 ok 然后呢 所以所以他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因为我们脑结构不一样 所以呢 就是谷歌不应该收那么多女性 因为女性能力不足 所以这就导致了性别歧视的这个言论 然后呢 就开始引发了很多的 问题 这些评论 就是说这个男的呢 更喜欢这个什么 god 就是什么 马脑 边城 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比较 极端的一个想法了 所以才会引发那么大争论 但是后来呢 就是因为他被开除这件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支持他的 这也是可以看出来 美国现在极右 或者右派的思想 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因为川普上台了之后 这个discrimination positive 你们记一下叫做正面差别待遇 叫正面差别待遇 discrimination呢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这个男的 哎 我给他多点钱 女的我给他少点钱 这叫discrimination 这个discrimination positive的意思是什么呢 由于我们不该歧视女性 所以女性工资比男性高了 所以男性被歧视了 所以叫做正面差别歧视 就是说你有点类似于矫枉过正 就是比如说 像那个 我举个例子吧 就我身边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身边有有两个高翻的一个学长 一个学姐考那个联合国 然后这个两个人呢 那个女生是先考入的联合国 那个男生呢 是后考入的联合国 就他们要在那个等待名单上等 也就是说如果联合国有这种岗位了 应该是先招这个女生 后招这个男生 但是后来呢 由于这个男生 他身体有一点点的就是残疾 然后所以呢 联合国就先要了这个男的 没有要这个女的 就是说这个女的其实已经考了 提前考了一年了 但是呢 最后他要了后者 而没有要前者 就是说 其实你说这作为这个女生 你是不是觉得很亏 就是我我好像就是被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 在看过那个欢迎来北方吗 欢迎来北方 欢迎来北方也是前面那个人 他装残疾人 他能获得一个更好的调动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正常人获得不到的 就是身体上有一定缺陷的人 他能够获得 这个呢 就是discrimination 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 就是说普通人 他要排队 他中间会被不普通的人 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歧视他的人 插队 这个叫做discrimination positive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很难判定 因为你对他有帮助 或者说你不想歧视他 其实帮助的量多少 就有可能会成为discrimination positive 叫正面差别待遇 正面差别待遇 或者正面差别歧视 OK 然后呢 denuncy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披露 你可以说 denuncy quelqu'un à la police denuncy quelqu'un à la police 告发某人 repoche à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就是这个 斥责某人做了某事 organiser de formation reserve un genre ou une has 就是说 呃 他organiser了一些 formation 这个formation呢 就是培训啊 就这个培训呢 注意啊 培训翻证 formation不是education啊 这个培训是reserve 就是指给一定的性别 或一定的族裔的 这个sic这个词 是一个拉丁语 表示的是 此处引用的是他的原话 就是说 可能 LeMonde觉得这句话不太好 他特意想说一下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他说的 叫做sic 就是原文如此 原文如此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这个sic这个词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叫做 herbus seek standybus 稍微了解一下吧 sic standybus herbus seek standybus 然后他这个叫做 呃 情势变更 叫情势 情势 就是情态啊 我写一下 情势 是 情势变更 啊 叫情势变更原则 呃 这个herbus 呃 他他相当于是 你们不知道 这个可能没有听说过 但是另外一个 肯定听说过 叫做forsmacher 这个听说过吧 啊 forsmacher 这个呢 是跟那个形势变更 差不多的意思啊 就herbus seek standybus 这个跟那个forsmacher的 感觉差不多 啥意思呢 就比如说 有的时候你去买保险 他说要是有forsmacher 我不赔你啊 就比如说 你住在四川 闷川大地震了 你买了一个高额的人生意外鞋 他是不赔你的 因为这是不可抗拒力 所以呢 你由于地震等不可抗拒或自然战争发生的这种东西 不可抗拒力死了 那跟我保险公司没关系啊 所以叫forsmacher 这个herbus seek standybus呢 跟那个啊 不可抗拒力是类似是一个意思 但是呢 又不完全一样 不可抗拒力一般指的是自然的力量 而herbus seek standybus叫情势变更 指的是由于第三方主观的变更 而导致的这个东西不是不能生效了 其实也是说你自己就是A和B签合约了 但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干 C做了一件事 导致了我们特别惨 就是就跟地震一样 导致我们整个公司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叫情势变更 所以其实forsmacher和相当于是由自然力量产生的 叫做forsmacher 由人为力量产生的 叫做herbus seek standybus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政策的 就是政策风险和汇率风险 你可以记这俩政策风险和汇率风险 比如说我 我已经给你签好合约了 然后呢 这个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都 比如说中国要从欧洲进口100万辆 然后总价一个亿美元的 一亿欧元的这个欧三标准排放车 然后呢 我已经填好了 然后这个公司也开始生产了 生产到一半 然后呢中国政府突然发了一个指令 说自此之后中国再也不能 就欧三的车再也不能上路了 只能是欧四 得 你说这个A做错了吗 他什么都没做 他就是买了一堆A三车 B做错了吗 也没有做错 他就是在那造车而已 然后呢 第三方中国政府突然发了一个指令 导致了A和B破产了 你这个低价单怎么办 所以呢 根据这种情况 尤其是A要破产了 因为A相当于买了一堆没用的车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叫做 就是A可以提出 叫做Hobus 6 当地Bus 就是这是情势变更 这是不是我导致的 所以呢 可以申请修改条款 比如说把这些欧三车改成欧四车 或者是把这个什么合约退款一部分 就这个条款是跟就跟不可抗拒离一样 但是只有人发生的不可抗拒离 还有另外举一个例子 就是汇率风险 我跟俄罗斯做生意 比如说1亿美元的生意 结果当时我脑子抽筋了 用了卢 就是卢比卢布这个计价 做到卢布 然后呢 这个计价之后呢 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卢布对是多少 比如说卢布兑美元是1比1 假设啊 然后呢 突然到我结算的时候 卢布狂跌 因为俄罗斯出现过这种汇率狂跌的情况 然后突然变成了一美元可以兑1万卢布了 但是我当时的合同是用卢布计价的 比如说我当时是100万卢布 现在还就相当于瞬间缩水了好几万倍嘛 那这个时候呢 也是由于汇率的这种第三方风险 跟AB没有关系 那这个时候呢 受损失的一方可以说 你的情势变更了 这是相当于是一个人为的不可抗拒力 由政府发生的 所以我可以申请 改成用美元计价 用当时的美元计价之类的 就来提起诉讼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类似于Fox Majeur的一个主观的情况 可以把它记一下 好 De favoriser à l'embauche les candidats issus de la diversité à l'embauche呢 就是在招聘的时候 在招聘会上 在招聘的时候 issus de la diversité 就是他们是属于那个多样性群体的 好 然后再往下说 sur le biais de gauche 就是左派的歧视 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们是太左的观点了 所以你歧视这些 我们这些偏右一点的人 所以是左派人的这种成见和歧视 la monoculte du politiquement correct 这个politiquement correct 这个词的记忆记 就是说 这种政治正确的单一文化 你现在发现 美国的政治正确越来越严重了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有一个电影叫做一条狗的使命 一条狗的使命 一条狗的使命 这个在美国评分 就是遭到了这种滑铁炉的 反正没有很高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拍狗的 一般来说 就是评分会非常高 但在美国 这个一条狗的使命的评分就比较低 在欧洲也很低 欧洲是因为他 就是指控这条 这个一条狗的使命 他虐狗 但是呢 那个在美国是因为大家烦了 他太politiquement correct 就是这个主角一定得是四个人 四类人 美国白人 美国黑人 拉美人 还有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印度人之类的 反正就是说 一定是要把主流的美国人权都得有 就是说 一定都要出现 所以这个politiquement correct 也是很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 大家看多了 就会觉得要烦 好 un biais contre la gauche le biais de gauche的话应该是一个形词 就是左派的 就是左派的 biais 所以是这样来的 如果要说对谁其实的话 une discrimination contre une discrimination contre 或者说 une prejudice une biais contre un biais contre 是一样的意思 是一样的意思 asordi de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相当于那个accompagnement 但是呢 用法不一样 asordi de 和别人名字 accompagnement就相当于是一个名字 来代替一个东西了 l'auteur se défendant explicitement de dire que la diversité est mauvaise et qu'on ne devait pas tenté de corriger le biais existant mais poursuiti poursuivre je de说继续 他继续说 poursuivre de这个词 还可以追求我的意思 je追求我的梦想 追求我的目标 追求一份工作 poursuivre un rêve poursuivre un travail poursuivre un objectif t可以 un but t可以 nous avons une indolérance pours les idées 我们说对什么什么 零容忍 une indolérance 或者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 une zéro d'olérance pours 这个在中文中 我们经常会说 对什么什么 是零容忍的态度 nous avons une zéro d'olérance pours 什么什么 注意你们 别说成 une zéro indolérance 这样就变成 双否了 les preuves qui nous correspond à une certaine ideologie 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证据 就是说 就是我们 现在有一些证据 是说 我们有一种 对于一些 zd和perf 就是一些 观点和证据 或者说事实 什么事实呢 的零 我们对一些观点 和事实 有零容忍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事实 和观点呢 是不符合 某些价值观 和意识形态的 也就是说 不符合 左派的价值观 都是错的 确实也有这种 可能吧 所以美国的 这个左和右的 分歧更严重一些 但其实像这个 稍微平和一点的国家 就没有他们 那么严重的分化 这个Google怎么着呢 我们直接看 画红色的地方 前面比较简单 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 披露出来 在什么披露出来呢 这个地方要记一下 社交网站 Les réseaux sociaux 好 Hurrayer pour les médias Hurrayer这个词呢 指的是 接力 接力赛跑 就是说 这个争论 后来就由媒体 接过来了 然后开始进一步的 大肆渲染 所以说呢 就是Hurrayer这个词 可以说 接班 你比如说Hurrayer un go leg 就是我接我这个 同事的班 Hurrayerun go leg al a pris une autre dimension 就是出了另外一个维度 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C'est là que La Direction de Google a dédié de réagir a décidé de réagir 就是这个时候 La Direction de Google 这个direction是啥意思啊 给你们三秒钟 默默地想一想 La Direction de Google 这个direction是方向吗 不是 这个direction啊 它的动词形式是 diriger 所以direction呢 是管理层的意思啊 叫La Direction 是管理层啊 La Direction de Google a décidé de réagir 决定开始有所作为了 他说 Nous Defendons avec force 我们坚决用户啊 这个你听 听到这个词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我们这个中国 是不是经常说 所以你把它背下来吧 Nous Defendons avec force 我们坚决用户 什么名字吗 然后Danser Memang Hot Dom 这个Memang Hot Dom呢 指的是备忘录 Memang Hot Dom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我们说 谅解备忘录啊 什么这个 一般叫Memang Hot Dom de Compréhension Memang Hot Dom de Compréhension 谅解备忘录 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说法 Memang Hot Dom Memang Hot Dom de Compréhension Mérit d'être débattu 就值得探讨啊 这个东西还值得探讨 叫Mérit d'être débattu 这个还值得 我们再讨论讨论啊 我们回去再讨论讨论 就是 Cela mérite d'être débattu à l'intérieur de notre institution 比如说这个 非洲人一来中国 他就说 你能不能给我们钱啊 然后这个中国政府 就会说 这个东西呢 非常有意义 我们要回去再探讨一下 然后就是 Cela mérite vraiment d'être débattu au sein de notre institution 就是我们 这个政府 我们要再好好探讨一下 是这个意思 Mem si une grande majorité de Google ne sont pas d'accord avec lui 这个Google就是那个谷歌的那个 那个称呼啊 谷歌其实是非常 友好的 我的一个朋友在谷歌工作 然后呢 他就说除了谷歌 谷歌有Google 他们还有一个Giggler 就是G-A-Y 然后Giggler 就是他们专门在内部 有一个Giggler 就是内部 这个同志交友平台 可以在整个谷歌 在这个大 这个地区的谷歌的 这个LGBT群体都可以参加 然后你们可以找找 这个相爱的另一半 然后从此走上婚姻的殿堂 就所以是 谷歌是一个非常包容的 就是很左派的一个思想 所以他不能容忍 这种sexist的说法 必须要把它开除 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理所应当的 Néanmoins Departie de Memorandum You are not God de conduit 就是说 违反了我们的行为准则 叫做God de conduit God de conduit Et dépasser les limites en avançant des stéréotypes de genre dangereux Depasse les limites 就是你越界了 你越界了 叫做 Depasse les limites 好 然后呢 他说 avancez quelque chose avancez的话呢 跟我们后边 马上就要讲的 那个mètre en avant mètre en avant 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完全可替代 avancez什么东西 就等于mètre en avant 这个avancez的话 特别常见的是 一个搭配叫做 avancez une proposition avancez une proposition 这个挺重要的 这个挺重要的啊 因为这个avancez这个词 我们经常 就是proposition这个词啊 我们老说proposez的 une proposition 但实际上是 avancez une proposition 另外还有一个 习惯的用法 就是sla n'avancez a rien 没用 sla n'avancez a rien sla n'avancez a rien 这个sla n'avancez a rien 这个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这个stereo dip 也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方法 我们叫做刻板印象 中文叫做刻板印象 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常观 惯例的方法 就是说 他对于这种性别的 很危险的这种刻板印象 已经越界了 然后le soi même james d'amour faisant savoir à la place 就faire savoir 这个faire savoir 我觉得特别好 他相当于是那个indiquer 或者是dire的一个用法 但是呢 他这个faire savoir 比这个indiquer dire可能要语气高一点 所以比较好 再往下 这一段没什么讲的 就是 il vit avoir été licencié pour une perpétuation des stéréotypes de genre 就是他 这个 他被解释 perpétuation 指的是长期存在 跟那个barbanon是一样的 就是说 他被解释 是因为他长期存在 对于性别的这种刻板印象 然后所以 大家就觉得他超越界了 就是 就是他 没有违反了 或是 对 违反了我们的公司行为准则 或企业文化 其实这个也很正常 就是你 这公司想要什么 然后你不 你不干这件事情 当然就会被开除了 比如说 华为的企业文化 就是努力 拼搏 加班 然后呢 奉献 你说我这人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特别懒 那 华为开除你也很正常 所以说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 你真的去 你去反盟了 然后呢 你开始 努力拼搏 人家也不 也不待见你 因为人家不努力 不拼搏 就天天懒 懒得 跟那什么一样 所以说呢 就是企业文化还是很重要 就是你得符合人家企业文化 那么以后找工作的时候 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找工作的两个最重要的两点 第一 实心和发展潜力 就是第二 企业文化 就这两个 然后呢 James 他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就是 就是 有点类似于 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个感觉 这个你可以 可以 那个背一下 叫 我已经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所以 就是 然后之后呢 就实在没办法了 他 他才向这个谁呢 劳工的检查 就是其实一二三 劳动仲裁组织 Inspection du travail 提交了这个 诉状 或者提交了申诉 avoir porté plant auprès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说法 就是 向谁谁提起诉讼 申诉 或者是 那个投诉 叫做 porter 叫做 porter plant contre quelqu'un auprès de porter plant contre quelqu'un auprès de 下一个机构 就是向谁呢 auprès de 然后呢 打击谁 叫 contre谁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全聚的话 应该是 avoir porté plant auprès de l'inspection du travail contre google 就对了 好 然后这个说 insister sure conformisme ideology conformisme 指的叫做 音寻守旧 没守成规 就是说 他们现在 这个 就是 这个 很多人认为呢 他们 都 没守成规 音寻守旧 就是去 抓着那些 固有的价值观 而不去改变 没有 débat dans l'entreprise 好 然后这个人 他又说什么呢 他说 mon document de débache exvozait ce que je considère être argumentaire raisonné 这个argumentaire 就是一个论句 论点 然后raisonné 的话就是 深思熟虑的 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个论点 叫做raisonné 所以说 呃 什么什么 深思熟虑过 我们经常 的一个答备 就是说 sit an schwa heisonné 你别说了 这是我一个 深思熟虑的 一个想法 呃 déhat 或者说 ahit sit mon schwa heisonné 这是我已经 深思熟虑的 一个想法了 heisonné bien documenté 就是非常有 非常有论据的 有 有事实的 有论据的 bien documenté 至于事实 debondefoy 呢 就是诚实 是善意的 debondefoy 叫善意的 这是我们 善意的 提出来的 ce que j'ai écrit 啊 le point de vue que j'ai mis en avant est généralement supprimé à google à cause de la chambre déco idéologique mise en avant 跟那个 avancé 是一样的 lachambre déco idéologique chambre déco 叫做 回音 就是 idéologique 叫 就是那个 什么 意识形态 的回音 是 就是说 这个地方 是法国的 一个比喻吧 就是说 由于我们的 意识形态 其实 lachambre déco idéologique 你可以认为 是 idéologie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不太能找到 咱们中文里面的 一个对应的 这种比喻 咱们好像没有 这种呢 用回音 式来 比喻的东西 但是它 其实相当于 就是 这个 idéologie 就是由于 意识形态 然后呢 de l'entreprise mon renvoie renvoie 也是解雇谁 跟那个 licenci 也是一样 道理 而mon renvoie 这是 名次形式 就是我被解雇了 confirm parfaitement 就完美 印证了这一点 就挺有意思 他说 这个谷歌 怎么突然变 这么闭塞了 然后就是 对于这种 argument 就深思熟虑过的 这种 论点 怎么就 这么的 没有容忍的态度了呢 其实他这个 人说的 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实话 只是说的太过激了 就是他的想法 就是触动了 谷歌的底线 才会这样 他其实如果 不在那一句话 说 女性不如男性 就因此 女性不如男性 这一句话的话 他不会被开除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政治错误 导致他一定要被开除 好 然后呢 就是这个人呢 在网上 是非常的 这个 小心谨慎的 然后 enlinie的话呢 我们一般说是 在网上 enlinie 在线下 enlinie 在线下 好 是非常有名的 卓著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这是名酒 Devain Prestige Devain Prestige 或者说 C'est un vain Prestige 这个哈佛的话 其实就是哈佛 他们是强调批判性思维的 所以其实他的说法 而且哈佛是非常包容的 所有人的所有观点 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去看 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 去看一下网易公开课 里面的那个 Michael Sandell Michael Sandell 这个教授的公正课 公正课 是哈佛最有名的一个 这个Michael Sandell 也是当代的哲学界 和这个教育界 最著名的一个美国的教授 哈佛的公开课 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然后呢 这个Michael Sandell呢 他的这个公开课里边 你们去可以看一下 哈佛大学的生 大学生是怎么去上课的 就是他确实也会有人 有所有人都可以有自己 发表权利的 发表意见的权利 比如说当讲到这个LGBT群体的时候 觉得95%的人是支持LGBT评权的 但是确实也有同学就举手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违反天性的 因为男性和女性应该结婚 生孩子 这是人性 他觉得这个两个男性和两个女性 这样是违背我们的沦场 这还是一个白人提出来的 然后大家就开始跟他辩论 就是其实他 那个Michael Sandell 他会强调就说 你们的观点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必须要有批判性的思维 你不能去以偏概全的去看待他 所以说呢就是说 这个James Damo 就是相当于是那种比较极端的人 他的观点没有批判性的思维 就是没有 其实也不是哈佛的一个代表 这跟哈佛没关系 就是所以把哈佛撇清了 这后来他自己这个Linked里面 还稍微改了一下 叫Hack Defier Hack Defier呢就是修改 比如说Hack Defier les morts Hack Defier les morts 我们要纠正 其实这个Hack Defier这个词院 是这个纠正的意思 我们就是纠正了错误 纠正了这个习俗 叫做morts Après Avoir Demi de ces fonctions Demi就是 Demi c'est un name Demi 然后Demi的话 它的原动词叫做Demitre 它的原搭配的话 Demitre quelqu'un 然后呢 De ces fonctions 所以说 你说我自己把我自己开除了 我自己辞职 就是Je me demitre Je me demit De mes fonctions Je me demit De mes fonctions 也是可以的 就是用Ce demitre De 就把我自己开除了 就是我自己辞职 然后Bordé en erro Bordé en erro 这个呢 是首先注意不连锁 Bordé en erro 然后另外呢 就是Bordé en erro 就是一个固定的表达 就是英雄的化身 就是被视为英雄的化身 然后呢 Pare une partie de Outright American 这个Outright呢 是美国的一个党派 叫做 它的全称叫做 Alternative Right 它的中文叫做 另类优异 另类优异 就是比较极端的优异 其实就是极优异 极优异 你想想自己是极优异 他不会管自己叫极优异的吧 听那个极也会觉得很烦 所以他就会说我们是另类优异 但是去掩盖 它是极右翼的思想 他反对主流的价值观 然后呢 用网络呢 去散布一些具有正义的内容 去促进大家去排外 所以这个 美国这些人更闹 好 最后一句 他开了一个推特的账户 最后一句话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 这个词啊 就是他最常见的是 就表示规避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 你可以说 这个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地方是曲解的意思 除此之外 他还有什么 还有 我们刚刚讲过的 就这几个 他的意思都不一样 所以这次用法特别多 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把谷歌的这个标志 曲解为Gulag 这个Gulag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我谷歌的朋友 我说你知道这是啥意思吗 说啊 我也没听说过 然后 然后 我说 这个不是西方的人 对你们的那个灭称吗 他说啊 是吗 我今天才知道 这后来 后来我就 后来他也去搜了半天 才搜到这个Gulag 是什么玩意 这个Gulag 它是一个谐音 就是它的原文是Gulag 是这个 这个Gulag呢 是一个俄罗斯 是俄语的一个音译 然后呢 它的原意思呢 指的是苏联劳教所的集中营 就苏联时期的劳教所和集中营的那个意思 就是说 就劳动改造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为什么把Google变成了Gulag呢 是那个意思就是说 谷歌这一个啊 就是谷歌这个东西呢 就变成了一个Gulag 就像是一个苏联劳教所的集中营一样 你必须得价值 在我们这改造之后 你的那个价值观对了 你才能在这 你才能继续活下去 对 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 就它把它当成了一个 这种意识形态的矫正 叫做Gulag OK 好 所以这个Gulag呢 就是 确实是西方有一些人会把它这么撑 但是你跟谷歌的人这么说 他们也会非常气愤吧 哦 对 这个是 一个很恐怖的监狱 是吧 克伯格的恐怖监狱啊 我这个 大家可能对历史都更熟悉一些啊 反正就是说 是一个纠正 纠正你行为的地方啊 就觉得是很 很不好的 要用这种价值观去改造你的地方 好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去按照 啊 语经和价格的顽童提供的这个线索啊 再去搜一搜具体的啊 可以了解一下它的实实啊 然后它的背景知识啊 好 我们再往下 Que pense de salarié salarié就是零工资的人啊 员工叫做 salarié 好 然后呢 de google de cette affaire 嗯 然后这个地方呢 第一段比较简单 我们就说 不知道到底大家的主流是怎么想的 但有两种 第一种呢 saint-en-saint-en-guet-en-lie-de-que 那怎么会出个A呢 这个是alit-de-que的一个用法 alit-de-que指的是 一想到什么什么什么 就开始焦虑 alit-de-que alit-de-que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焦虑 gonde puce parler 后面用的是虚拟语气啊 因为它是一个对现实情况的假设 它不是现在的真实情况啊 就是说 gonde puce parler librement au travail 我们在工作上就不能开始随便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不能随便乱说 一想到这个观点我就焦虑 所以这个en-lie-que 跟后边那个alit-que 没有关系 它是分开的啊 好 这个事情有两方面 方便的话呢 du domain du d'aspect volet这个词呢 也可以学一学 是比较地道的一个法语用法 volet本身指的是那种百页窗 就是它指的是有另外一面 那个意思 uner hebons disproporcioné disproporcioné 这个地方就指的是少数的 就是不对称的少数的 当然了 disproporcioné 本身这个词是没有多和少的意思 它只是说比例不对称的 在这个地方呢 暗指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是支持它的 然后呢 disproporcioné 这个词通常的一个搭配就是什么什么 a disproporcioné barabour a 什么 相对于什么 它是不成比例的 叫做 dis-proporcioné barabour a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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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什么是不成比例的 好 再往下啊 comment se positione sue positioné sue sue 什么什么 就在什么官 在什么方面上的立场 se positione bositionement也是立场 定位 都叫这个 bositionement 比如说 这是我们公司的定位 bositionement 你会发现这个还是难得多 然后同样他们也是 就是法国也曾经有过这个运动 就要求同工同酬 会发现同样的工作呢 他们是不同薪酬的 还有一个更鲜血液 就是那个之前我们咱不是讲过 那个漫威的经济学原理吗 根据他的经济学原理的研究 他会发现不仅是男女同工不同酬 同样的性别长相越好的人 他的工资一般来说就越高 就是说这个他就说这个颜值 就是我们现在说颜值 就是说其实这个外表 也会成为工资的一部分 就他的研究发现 长得好看的人 挣的会比长得难看的人挣的多 就是所以这个不不 不公平的现象是非常多的 然后呢 meme à poste équivalent 就是说同工 就是 le different payment à poste équivalent 就是同工不同酬 à poste équivalent 注意一下这个形容字形式啊 salariale 就是工资的差异 le different salariale 好 来再往下啊 parallelment google clam o 的感觉 就是那种 爱好 所以说呢 clamer这个词 你可以说clamer 直接加名词 clamer la douleur 就是说非常疼 clamer la douleur 或说clamer l'innocence 就是我 明冤 clamer l'innocence ok ÉtMoo continuing 登 COM D TOM D TOM DIT C D TOM D TOM d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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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它的用法特别奇怪 你们要记一记 首先呢 这个词呢 它可以作为集物动词 叫 就是作为不集物动词的时候 只能加这个词 然后呢 加bost的时候呢 必须要加这词 这个介词可以是两个 一个是bost du lait a une bost a une bost 或者是bost du lait bost a une bost 所以就是当它 后边是bost的时候呢 前面要加a 或者是bost 如果要是加emploi 就是emploi的话 前面中间是不加介词的 这是bost du lait的一个固定用法 就是只承担什么的责任 或者是申请什么什么的职位 这意思 好 叫无意识歧视 无意识歧视 就比如说你 你看到那个印度人 你就 一下 就是无意识的歧视 就不是故意的 就 好 然后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 就是 大家可能 如果你们接待非洲人挺多的话 可能会有人很讨厌非洲人 但是其实黑哥们跟非印度人比的话 真的是好太多了 就是 因为他们其实还是挺傻 傻傻挺天真的 印度人真的很讨厌 所以也不是安工相 有时候都是bost 然后 然后 五个应该是 发生冲突 因为特朗普是比较幼的 什么都反 是 就是 反正这是有点进步思想 他都反 好 这个配当 这个配当的用法 我给大家列了一个清单 你们自己回去看一看 分了几个类 然后 指的是 最重的证据 最重要的那个证据 叫做 用的定 用的特别好 就是 但是他用 代替 然后 就是你应该 做什么什么事情 是非常舒服的 比如说 这个 图书馆 你可以说 就是因为没有多少人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词呢 指的是 反复的说 一而再再而 三的说 这个 旁边 你可以给他记一下 相当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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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的说 就是有一部分 是值得探讨的 但是呢 剩下的一部分 他是没有 遵守我们的这个 行为准则的 所以这个地方叫 都当 什么什么什么 都当 都当 加 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强调的 就是一定要 干嘛干嘛 你就 与此同时 一定要干嘛干嘛 都当 这个配当的话 我分了四个类的 句子 你们回去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 pgt 然后 assure de son côté que google offre à ses employés une latitude inhabituelle 这个 呃 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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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itude 这个词啊 Latitude 我们经常说 指纬度 但是 还有另外一个词呢 叫做 自由 比如说呢 我们说 laisser doute 啊 latitude 啊 啊 就是我给你 所有的自由 啊 je de l'est 或者je de l'est doute latitude 你爱干嘛干嘛 我不管了 je de l'est doute latitude 然后呢 同样的道理 你说我有 我有自由 干什么事情 je de l'est latitude je de l'est latitude 的 发个人 比如说 嗯 我有自由 参加 参加游行吧 je de l'est latitude de participé as de défilé 啊 as de défilé 我完全有 资格参加游行 啊 好 所以这个 latitude 这个词啊 我们很罕见的 去找 表示这种自由 但这个词 反而在 比语中 比较常见 我们有时候 会用它来替代 我们经常会用它 来替代 liberte 因为这样的话呢 感觉 这个语级 更高一些啊 所以把它记一下啊 比liberte 要好 une miriade de platform en ligne et la 或者 assemblement en ligne une miriade 就是成千上万的啊 就是成千上万的这种 在线平台 和 线下集会啊 assemblement en ligne 呃 当年有一段时间 不是 反正我忘了什么时候了 反正阅兵的时候吧 还是怎么着 说不能有线下聚会 就是说 这个 不要有这种 线下多人的集会啊 就 那 就是 les assemblement en ligne 所以我们当时连春游秋游都不能去啊 就是班级组织的 好 最后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都当 个 这个都当个的话呢 我后面有一个PPT 我们一会儿一起来看啊 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主要是那个 adale adale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法语词 也以后你们会经常在法国中遇到啊 因为adale呢 它的名字形式叫adalmo 是分期付款的意思啊 所以说呢 你这个 这个词以后 你还是要经常接触的啊 信用卡分期付款 呃 一个 就是那个 呃 经济学原理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 其实也 说过 就是一个 理性的 呃 人 或者一个富人 他是要学会 呃 跟银行打交道的 所以这个分分期付款 利用好银行贷款 是非常重要的啊 就 就比如说 就 呃 我这个 东西账单分期啊 是三个月 叫 les baimants c'est d'al sur trois mois les baimants c'est d'al sur trois mois 啊 三个月分清 举个例子 呃 就是 如果你买辆车 然后呢 这个车 这个公司 比如宝马嘛 他是给你提供无息贷款的 你可以在五年之内 无息贷款的去还清 但是呢 你本来有这 你也有钱 可以一笔还清 那你 然后可以给 如果你一笔付清的话 给你打九五折 那那你是选择一笔付清 打九五折呢 还是五年无息贷款呢 一个理性的人 他应该会选择无息贷款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用这一 你用剩下的一部分钱 你光去做理财 你一年的收益都很多 所以能赚 为什么不赚呢 你有钱你也要贷 所以这个在中国都是这样 国外就更是这样了 在高福利国家呢 因为你的负债 就是你的贷款 算作你的负债 所以呢 负债可以抵 个人所得税 所以当然你的债越高越好了 因为国外的税太高了 所以说呢 就是人是要有负债的 好 然后呢 其他人的负债的 情侣会 不能说 就是人是达的 就是人是对立 就是人是对立 其他人是对立 就是人是负债的 就是人是对立 就去说 就是人是对立 就是性的 她在说 sé vu加动词呢 可以直接加动词 ilé considéré comme的话 只能加名词 所以这个sé vu 给它记一记啊 因为它 就是它被认为 做了什么事情的话 加动词 我们就可以用sé vu 动词 用名词的话 就是sé considéré comme un autre valeur vigorusement défendu bar Google 就是défendu défendre 就是坚决捍卫的 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呢 dodan 我还是花时间 讲一下啊 就是 dodan go 它的用法 特别的 难掌握 它有三个用法 一个是表示 因为dodan go 就是表示 bassgo 这个比较好理解 这个地方省略了一个go 然后呢 dodan go 因为la machine it enough 就因为这个是新的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dodan go呢 连在一起用的时候 可以表示因为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用法 但是比较难的用法是这俩 一个是叫dodan pruege 一个叫dodan moeng dodan pruege 的话呢 我认为的翻译就是既然如此就更 就更不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呢dodan pruege 就是既然如此就更怎么怎么样了 比如说 就是 就是他既然是尊重你的这个指令做的 那就更不应该被你责备了呀 所以是既然如何就更不的意思 同样道理 就既然他之前没有 看的 没有 就是既然他之前没有预料到他会来 所以他来了 他就会更高兴 以了dodan pruege 因为他之前没有 因为这个地方是由时代配合的 就是因为他之前没有预料到他会来 所以他现在 由于他来了 就会更高兴 如果你觉得这地方不太好理解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小东西 就是 gondan de de sonar yi 就是说 他现在 对他的到来更高兴了 因为他之前没有预料到他会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两个 最好翻成既然如此就 既然如此就更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 我觉得很容易 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翻译 好 然后这个后边有几个 abuser de mon mon是mal的用法 mal这个词呢 有一个叫mal en b 就是一天比一天 差 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或者叫每况愈下 当了viser2 就是在谁谁的目标之中 被谁瞄准了 相当于 ciblé ciblé bar cib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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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afuble non seulement cet à faire afuble google du netiquette du netiquette de sonseur afuble gélgan de gélgan 指的是给谁穿上一些很奇装怪服的意思 这个地方的话我不建议你学它的原用法了 你就把这个现用法背下来 afuble gélgan du netiquette 就给谁打上了一个什么的标签 这个地方就是给谷歌打上了网络审查者的标签 mé elle remet en lumière la problématique remet en lumière就是阐释了这个问题 阐释了解释 相当于expliqué 相当于expliqué 好 最后一句话比较难 我们来解释一下 un good projecteur long elle se serait bien passé 首先呢 第一个用法是 se passé de se passé de 就是说 离开谁 比如说 我离不开你 re ne be pas me passé de do re ne be pas me passé de do re ne be pas me passé de do 然后说 我离不开那个东西 re ne be pas me passé 我不能够离开它 我离开那个东西 re ne be pas me passé 那se passé de 这个地方就是 摆开摆脱 就跟那个se passé de 是一个道理 un good projecteur呢 projecteur指的是 那个投影 投影机 un good projecteur 最后就是 给他打上了 那个投影 就像是那个舞台中 有一个光束 那个意思 就是这个舞台 然后上面有个光 一个圆圈 那个东西 叫un good projecteur 就是投影 就这种 这种大家的 这种关注点 就是他现在 很难摆脱 大家的关注 是这个意思 don elle se serait bien ap passé 就是说 他这个 就现在呢 他是非常想要 摆脱 人们的这种关注的 这是一个 他非常想摆脱的 人们的这种关注 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 se serait bien 的话呢 在正式语题中 还有一个 希望你们一辈子 都不要看到的一句话 就是当你被解雇的时候 就公司会 法国公司 会给你发这个 特别错的一句话 这是一个 像是写信一样的 一个正式语题 叫做 叫做 nous nous voyons dans l'obligation obligation de nous passer de vous service nous nous voyons dans l'obligation de nous passer de votre service de votre service 就是说 我们看起来 非常必要的 要离开 您的服务了 就是说 你被解雇了 vous êtes licencié 的意思 或者vous êtes envoyé 的意思 这是一个 比较正式的 一个书写问题 或者当有一天 你们是老板 要开除别人的时候 你们就写这句话 比较冷雅一点 OK 后面的作业的话 还是三个部分的翻译 然后呢 录音并回答这两个问题 如果想用世界报 练经读和翻译 哪里可以找到正确的翻译 没有 目前还没有 没有人翻世界报 所以就是 如果你觉得世界报 就是还是有一点 就是我 所以我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我建议世界报 其实是做 先做贩毒 然后呢 如果你的水平够了 就做精毒 就你 因为你自己会了 就你知道 思路是什么了 然后呢 你怎么去查 背景知识了 那如果你说 对 也有同学说 我其实看世界报的话 其实我对他的理解 还是差的挺远的 就是 我很多句子 如果在没有 我讲解的情况下 我是无法理解的话 那么就 直接去看 Lofigaho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当你觉得 Lofigaho很简单的话 然后你再慢慢的 过度到 Le Monde里边 Le Monde里边的话呢 它比较简单的版面 一般是 就是其实它没有说 某一个版面特别简单 而是说你熟悉的领域 最简单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政治 那政治就简单 比如说大家喜欢医学 那医学就很简单 就去找你最适合的领域 如果你 你如果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没有特殊领域的话 Society是最简单的 就是那个 下雪了呀 什么 路堵了呀 然后这个车停了呀 撞车了呀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你不要看这种什么撞车的时间啊 但是他们都能写的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就是 Society这个部分是最简单的 你可以按照 Le Figaro Le Monde的Society 或者你自己有兴趣的部分 一直到 Le Monde 你不熟悉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我这人 对政治一窍不通 到你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 就要开始去 加背景知识 加Le Monde 去这样进读了 就相当于 背景知识这一部分 是辅助你阅读了梦 当你有一个地方查 就是不太了解的话 你应该先去查法语的资料 去找背景知识 这个我们基本上之前也做过了 对 所以呢 我的建议啊 就是说 你可以用 就是可以用多种报纸 一起来看 不要单独的去用Le Monde来看 然后当你觉得自己 开始能够吸收了梦的一部分 就是大部分的东西了 我举个例子 多说点啊 就是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这篇文章 就这块的这块的文章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词 我虽然知道 但是我 不是特别的感觉 记不下来 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好的一个 我自己这边没有办法理解 好 就不要了 我就不记它了 我假装没看见 我大概理解就可以了 但是剩下的这些词 比如说一共六个词组里边 四个词组我都知道 这样的话 其实你的吸收率达到了80% 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你说我的吸收率只有20% 就说这 我画红的词组里边 只有这一句话我能懂 那这个时候 就说明你要降难度了 如果这画的词组里边 你大部分都能懂的话 你通过自己的能 就是能力 就是每天去坚持阅读 其实你吸收的量更高 会比你的皮革后要高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就是要看 就是你的一篇文章完全读懂 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看比例 当这个比例够了60% 我觉得可以往上走一个台阶了 如果要是觉得百分之百看懂 其实我觉得你又不太需要看 因为有点 就是对自己的提高不够高了 是吧 好 嗯 慢慢来吧 好 那我们就这样 对 这个不是最近那个 有一首西语歌很火吗 就是 就是慢慢来 不要着急 好 那就这样 我们先下课了 我们下周是最后一周 à la prochaine 我们下期再见